你的捷克缝纫机不会设置采商标功能 我教你快速设置一下 干活又快又好 我们找到这个按键 按着不要放 长按会出现这样的一串数字 16就是代表帧数 如果你要帧数少一点的话 你就先按左一键 再对应数字跳动再按减号键 帧数就可以减下来 假如你要设置成5帧的话 我们把这个一改成0 然后我们就设成5帧了 最后再按这个P按键 这个帧数就设置好了 我们还要设置一下两头到帧 因为我们商标两头要到帧 这个是前到帧 这个是结束到帧 你看一下 现在都到三帧 如果你要到两帧的话 把这个3改成2就行了啊 改成2很简单 就是我们按一下这个按键来改成2 你看一下 依次类推 这样就是到两帧 按好之后 一定要按P键保存才会生效 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你看彩商标非常的棒 你学会了吗